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的不好 但是因为是冲嘛 这代表说很多一些局面的变化 确实不太容易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所以对于这样的变化多端 有时候也并非出于自己的本意 因此在防范 或是说想要找到一些解决方案 的确没有这么容易 因此务必要提醒自己 可能今年在各个工作 感情各个面向 其实要注意 在面对某些问题的时候 其实要比较能够沉着以对 因为对于这个冲泰税的时候 它其实不见得代表说问题有多严重 而是因为自己在面对问题的时候 太快有了一些想法 给予去解决 希望很快的去化解某些问题 反而会因为您的思虑不周 所以导致这个问题 其实不但不能够很好的解决 反而可能更引发了其他一些问题 那这其实就非常的划不来 所以对于这个属猴的朋友来说 今年在任何事情上面的停看 是很重要的 不要轻易的就做出某些决定 务必能够思虑再三 才能够让事情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 那在财运方面呢 今年属猴的朋友 由于在格局上面 容易有很多这种无谓的开销 所以因此呢 是非常不利于投资的一年 那我们对于投资的定义 尤其是属于这种事业上面 商业上面的投资 比方说跟朋友的合伙 类似像这种 可能对于未来的趋势 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新的创业 新的店面 类似属于这种 新的可能的机会 其实都是一个相对风险 比较高的一年 所以最好的方式 应该就是重新去检讨 在执行的计划层面上面 是否有一些漏洞 是没有被发现的 甚至在某一些不同的 专业领域里面 应该要寻求这些专业的朋友 或是专业人士的协助 比方说在财务端的 比方说在法律层面的 都不能够轻易 以自己的想当人耳 来做这个判断的一些依据 所以因此呢 在投资理财方面呢 建议要投入在一些 相对比较稳健的 投资标的上面 那如果说您 已经有房子的人 把这个钱呢 暂时先拿去缴房贷了 也好 或者是说呢 暂时呢 可能用活存跟定存的方式 或是说用那个定期保险 买一些定期的储蓄 的方式 让自己的钱暂时 能够花掉 在命理上 其实类似像这种 投资理财的事情 它其实是一种 花钱的行为 这跟大家 所以有些储蓄 其实不太一样 所以假设透过这样的方式 暂时先把钱给花掉 未来可以拿的回来 这可能是今年 在面对产业上面 比较有一些 波澜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当然了 如果说您是 长期的定期定额的投资 那在今年也可以 重新去检续一下 您的投资标的 的投资报酬 是否还在您的预期之中 有没有可能 您原先所认定的 未来的产业 在可能时代环境的变化里面 已经需要重新检讨了 这个对于属侯的朋友来说 是可以去好好去思考 这个问题的 那在工作上面呢 今年要留意更多的人士的纠纷 或是所谓的口舌是非 所以如果在工作上面 是属于部门之间的关系 可能要留意在会议之中 或是部门协调的过程里面 比较容易犯小人 那如果你的工作呢 是比较倾向于 跟客户的关系跟互动 上下游关系的互动 那要注意在 彼此沟通的过程里面 是不是容易有一些事情 其实因为没有沟通不良 所以引发了一些问题 可能最后还导致别人 对你的一个能力的质疑 所以很多事情 其实务必要检讨再三 如果有些东西是要发email的 或是需要发公文的 确认对方的意愿跟想法的 都应该要一步一脚印来做 千万不要便宜行事 这个对于属侯的人来说 凡事都要有依有据 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说您是已婚 或者是说已经有对象的朋友 今年在感情上面 其实还蛮平顺平稳的 换个方向来说 其实也很难有什么波动 所以在感情层面上面 只要好好的守护住 目前既有的感情 很好的去规划 生活上各个层面 其实就很足够了 那如果说是单身的朋友 今年也未必会是一个适合结婚 或是说认真去思考 要进入婚姻的时机 在交往过程里面 比较当做一个异性朋友的交往 不要投入太多的时间 很轻松的去互动跟相处 其实可能对于属侯的朋友来说 今年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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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